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大多数应用在安装时都会凑要脸的把墨镇安装位置设置为C盘 所以在安装新游戏时要留神 把它们装在其他库里 如果你的游戏已经要把C盘撑爆了 没关系可以用Steammover让钉子户门搬家 把已经安装好的游戏轻松移动到别的盘服目录下 启动Steammover之后 软件会扫描Steam的安装目录 列出你的存货 在Authentity Folder选择要迁移的目录 然后在列表里选择游戏 点击右箭头开始迁移了 想要迁移回来的话也容易 只需要点击左箭头即可恢复 除了用Steammover 还可以通过Steam自身的备份恢复功能移动游戏 点击页面左上角Steam 选择备份并恢复游戏选项 在弹出的选择栏 点选恢复之前的备份 下一步就是浏览你的备份文件路径 选择备份路径给游戏搬个家 节奏就是这么简单 当你的库存日益丰满 不知不觉你会发现硬盘中多了很多的文件夹 这是因为从Steam下载游戏时 会附带一堆运行库 支持库之类的文件 让人无语的是 这些运行库在安装过一次之后就没有用了 而且卸载游戏后也会残留不少体积巨大的文件 所以把这些光吃饭不干货的文件清理掉 是很有必要的 Steam Cleaner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款 实用前免费的清理工具 只需一键就能删除那些游戏遗留的无用的文件 从而腾出更多的空间 而且它语录均沾不仅支持Steam 还能清理Origin Uplay 战网 GOG等游戏平台产生的无用文件 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想知道更多游戏相关的小技巧 赶快搜索关注我们的两分公众号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